OK 外國 馬老師 飯堂集合 實驗室集合 OK 我做任務了 他不做武幻耶 不不 法老子神家去做任務嗎 法老子不做任務嗎 這幾個 不能贏什麼 哦 對胆子多大 14發言 那個 剛子面的 我走到那個 從實驗室往咕嚕房那邊走 然后我走往物洞那边走 好吧 然后我打了就回手刀 钢子在我脸上 把那个马尔斯刀掉了 好吧 我直接上去按脸 全票打飞钢子 我不行 他为什么要在你脸上面刀 明明看到我是最开始往右走的 马尔斯跟十四在实验室靠左边的位置 那他看到你了 他为什么要刀呢 那他要刀的话 当你面刀 他肯定直接他自己先拍紧了 对吧 我觉得十四刀到加拿大鹅了 好吧 我比较想投十四 我听他的发言 我过了 OK 这里大谋发言 我和猴哥一路走的在祭坛 我铁宝猴哥 我觉得十四应该是 刀到加拿大鹅了 过 OK 我跟大谋走一起 然后我也不太信 说一说吧 听一下刚才怎么说吧 过 甘子发言 我跟马老师一块 往实验室右边走过去以后 宋十四冲上来就是给马老师来了一刀 全票打飞这个宋十四 过 不不发言 马老师刚离开我的事情 没一会儿就报警了 然后那会儿我跟十八自己在一起 我觉得马老师应该是加拿大 我建议出十四啊 过 呃 三三发言啊 这十四玩好人发言 绝对不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你 王大谋和熏悟空 啊 你们两个在我怎么听起来像三郎啊 你们 那王爷和空空怎么死的 你们也不聊 是吧 我是在那个 就是左边实验室盔甲下面 那个地老那做任务啊 刚走下来做任务 然后就报警了 那你 不不 呀 什么意思啊 先出十四吧 我觉得十四一听就不像个好人啊 这熏悟空有可能就是和大谋去出去双刀 王爷和空空的人 不不说和十八类在一起吗 刚才看到十四刀人同租去做任务了 新闻这个单单走牌 呃 先不了吗 但外面双刀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抱团的有可能是双狼啊 那大谋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觉得这一轮我听感来说我会先出十四啊 然后就是熏悟空啊 过了 OK 这边十八对发言啊 某哥说他和悟空在一起 是不是 那这样子某哥神的个孙悟空问题有点大 对不对 然后十四 你敢站在刚子的面前去叼了马老师 对不对 那这一点说明了 刚子可能也是你的蓝队友 那这边我可以是不是可以裸点上蓝 猴哥刚子和宋十四呢 咱们顺出吧 先出宋十四好不好 好吧 过 好人别分票 先发言 先出宋十四啊 然后呢 当时我是怕那个 在从那个实验室一直走 为啥 然后呢 王爷 轰轰都跟着我的 走到祭坛的时候遇到了孙悟空和那个 孙悟空和王大某 还有一个谁 我忘了 然后呢 我就往书房那边走 我一个人 然后此时刚走过去 就报警了 所以说我会怀疑是他们动了手啊 孙悟空也拽不掉 好吧 先出十四过 看警长了 他这把是自暴局 所以他先张他一个队 刚子身上咋没票呢 育额 育额 这样来把他身份做高 这是他的想法 马老师 怎么你是加拿大 我以为同租姐是加拿大 我准备到了马老师拖进去烧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加拿大 我是商障 因为他比你走得还快 他单走的 他比你走得还快 你用这点评判的是吧 我想拖 我想拖进去烧掉 我想拖进去烧掉 我不知道钢子是砖上 可惜了 看警长了 好 呀哟 可以 那悟空出局了 就剩一个体肤了 OK 呃 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我看到那个案发现场了 他们在锅炉房右边一点的位置 然后是十四到了人 就是那个悟动左边的走廊 然后我在上面一点 然后我过来 我看到了刁德一和十四 还有钢子是一起走的 然后十四我往下钢走一点点的位置 我看到刁德一它其实是有尸体的 所以说刚才钢子身上一票没挂 也不构成十四是体虎 因为刁德一有尸体 知道吧 他们两个都没看见我 我本来说我不信 然后结果钢子身上一票没挂嘛 那钢子和十四双狼 所以我直接把钢子给嘎了 他们俩没看见我 那不是 王帆 钢大谋和熏悟空在一块 我们就先把熏悟空投了 好吧 嗯 投我不行啊 我不知道大谋怎么死的 说句实话啊 他有他有点像刺客狼 我说实话 因为我把我身份报他了 你知道吧 我感觉他有点像刺客狼 他自己崩死了 那在我看来 那狼可能就出 差不多应该是出在 你看童株为报警人 应该是好的 然后那我没有看见的人 那就只有不不不 在我看来 我就想出不不不啊 不 不不发言 我刚刚是跟童株他们在一起的 并且大谋刚刚也说了 是跟猴哥一起走的 那大谋被猜 咱们除了他是刺客狼的身份以外 那他被猜 我觉得猴哥得买这个单 并且我们 现在已知是两郎走的情况 我觉得出猴哥是最保险的 我建议出猴哥 过 嗯 我觉得先出猴哥没问题啊 猴哥发言 你说你给他说了他的身份 那他肯定也跟你说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猴哥在我的 先出猴哥嘛 虽然猴哥游戏还没结束 我觉得再聊星了 因为啊 当然你们也可以聊我啊 但是刚才我是没有见过 全程没见过星的 刚才这一轮就是 呃 同株刀缸子的时候 我也是在旁边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 先出猴哥没问题 尤其没结束 再聊星 过了 可以 OK 我给大家讲个灵异的故事好吧 你看在上班 以至宋之是狼走的对吧 那个票你感觉肯定是狼走的 狼还冲的票了吧 应该 然后在这边的话 刚子的话 应该他上来 我说哎 刚子我给你编个魔兽 我上去就给他打了 你看刚子也死了 我也没倒地 那是不是 以此类推的话 那先出猴哥是比较最稳的 对不对 所以说好人 不要分票啊 出猴哥过 先发言 我跟着同桌后面 一直在走 OK 你没看到我 你叫大王 你是什么牌 所以先出猴哥 咱进去再聊 对吧 过 哦 这个离异故事 成真的耶 拍生生 我工程师 我躲在柜子里面 看见 那个是 是大的 掉的 也 好 薛恩跑不脱了 薛恩什么身份 通灵 撞了撞了 撞了 这很全力 连自己队友都 撞了撞了撞了 撞了 他炸了 他 薛恩姐 你通不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是通灵 我是通灵 薛恩姐不是 我是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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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G你真是通灵 我怎么信不着你 18G 18G 应该是能有天 可以 虫途末路 虫途末路 没办法了 是谁把队友点了 没办法 箱子把我投 对 箱子把我投 我看见你们大人了 我的我的我的 插不了 我脑子没反应过来 插不了 投票可以投对 他投对我 他投对我 对 被打动了 被打动了 我以为欺负走了 我以为欺负走了 OK OK 第二队一准备就去 我以为欺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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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欺负了